桑迪風災造成嚴重災情 大家引以為戒 也瞭解到平日就要做好防災的準備重要 加拿大高桂林人文學校 和美國達拉斯人文學校 各有一場研習活動 希望學生能夠熟悉逃生路線 在緊急意外的時候 能夠救自己一命 桑迪颶風在美國東岸造成嚴重災情 在全球極端氣候影響下 天災頻傳 不得不做好事前的防備 在達拉斯人文學校 就有一場防災演習 要在90秒內 讓全校將近300位師生和志工 全都撤離到安全的地方 有警覺性 如果萬一真的有地震 有火災的時候 大家不是慢慢走 一定快步走 我不期望你們用跑的 但是你們一定要快步走 好不好 這是為了你們的自身安全 為了安全 學校定期都會舉辦演習 讓學生保持警覺性 在高貴林仁文學校 志工逐間教室檢查 有沒有落單的人 學生在志工的引導下 又秩序地離開 希望他們都能牢牢記住 逃生路線 萬一災害來臨 能夠救自己一命 答案新聞真善美志工 徐彥德 戴希靜 劉德坤 綜合報導 只有1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